2021年10月20号 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 共同实施的第17届北京东京论坛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 以线上方式在北京东京发布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高爱明 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调查情况 两国公众受访者对对方国家认知 与去年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高度认同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对两国在地区合作 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原则 与议题关切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但是在历史、领土与安全等 三大问题的深层次影响仍然突出 中美关系波动起伏 影响中日关系的一面愈发凸显 调查结果显示 两国公众受访者对对方国家认知 与去年保持基本稳定 两国公众高度认同双边关系重要性 从中方来看 日本产品质量可靠 日本社会文明程度高 日本经济发达 是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较好的主要理由 而在日本公众受访者看来 喜欢中国的历史文化 美食与文化作品 民间交流活动拉近彼此距离 和中国经济显著发展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是日方受访者对中国印象较好的主要理由 两国公众受访者在加强双方协调 应对地区事务及全球性挑战的原则和议题关切上 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那么关于特别关注的全球性话题 中日双方受访者集中在传染病应对 气候变化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上边 72.6%的中国公众受访者 与71.3%的日本公众受访者 都认为各国应在推广新冠疫苗上 进行全球防疫的合作 结果显示 中日历史、领土与安全等三大问题 对中日关系深层心理影响依然突出 80.6%的中国公众受访者 和56.4%的日本公众受访者 都认为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大问题 近十年来 以钓鱼岛问题为代表的领土争端 持续被认为阻碍两国关系的最主要问题 今年调查结果显示 62.4%的中国公众受访者 和56.7%的日本受访者 将领土争端 视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问题 言论NPO为从事政策评估等业务的 日本民间非引力性组织 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日关系同步舆论调查 自2005年首次实施以来每年一次 第17届北京东京论坛 将于10月25日至26日 在北京东京两地一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举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